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今天跟我一起逛苗圃吧 这个苗圃不是在树里,是在另外一个城市 也是我的好朋友推荐的,他觉得这里非常好逛 所以今天也带大家来看一看 这个镜头是我家老王,要我这么拍的 他觉得这样才能展示这个苗圃的特色 就是很开朗,很开阔 同时呢,走到外边的话,可以看到外面的雪山 雪山很美啊 看,今天的天也给力 那就请大家跟我一起仔细地逛一逛吧 好,我们来从门前进入之后呢 大家可以看到他们这家苗圃的格局 是比较的宽,门脸很宽的那种 不是那种纵身型的,是很宽的 所以一看就觉得特别敞亮啊 特别开朗 这个词用得好吗?用得恰当吗? 然后你看,他的花呢 就是这样一字排开啊 就是觉得确实还是觉得人的心情很舒畅 很宽阔的样子啊 这是我的好朋友推荐的啊 所以他说一定要来逛一逛 我个人觉得呢 逛下来是觉得他们家的绣球还是挺有特色的 各色都有 等一下大家看频道就会看到很多 至于价位嘛 我觉得据我所知的某些品种 我觉得还是偏高一点啊 但是呢,这里的货比较全 然后各有各的特色吧 这一棵三角梅哦 开的好好呀 它是做的爆满糖的 看的都好呀 呀,深陷的暖和的地方 三角梅森也是 特别在中国南方 三角梅森 随便找 在这边不太容易 我是,那也是一两年前嘛 买过 问我找 很好看 在这边不太好远啊 当然我知道也有一些朋友哈 我们家里的三角梅也开得不错 如果您有经验的话可以跟我分享一下吗 你看这里呢 你看这里呢 这些 插尺烟魂呢 真的好看 好 对三角梅感兴趣的这里它 它还有不同的颜色 不知道镜头里面能不能体现出来 一般咱们看到都这种紫色的 这边还有稍微浅一点的紫 这个能不能带一点橙色 很好看 很好看 这唇色的样子 很好看 这唇色的样子 很好看 新颜色 是吧 是吧 哇 好美 看我看到了这种绣球 我觉得可以看 它就是花瓣很好看 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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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好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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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绣球太美了 看到没有 看这个 是吧 哎呀 我是个绣球 绣球控宫 人家绣球又大气 又好眼 然后又比较适合我家的环境 再看看眼睛 很好看 等一下 等一下 我家是没有调脸鸟大气的素 哎呀 我已经挑花芽了 我该挑哪个 看看你喜欢哪个 绣球真的是很有特色 我最近时间逛了这么多苗户 发现他们家的绣球 确实是一大特色 很多地方都没有这么多 你看他们家 这里又是一片 哇 等下我们好不过 你要不要眼差 你要不要来 嘿嘿嘿 看这个 刚才那前面啊 有那两拍位给大家拍过的 这里茶花也挺多的 你看看 你看我看看这个 很好看 朋友们说这是抓破美人脸吗 有红血丝在脸上 果然是美人脸上被抓破了 你看看这个 这个 这个 其实我不喜欢它这种 养的方式啊 搞个架子就不能把它 当然它花大了 需要撑一下 那只是看起来有点怪怪的 你觉得怎么样 你看这个 你看这个里面 哎呀 你看看 好好看啊 真的茶花人脸 哎呀 大颗大颗 嗯 超大看 你看就这个 红的也好看 是不是 嗯 真美啊 这边 看 这个大多的 很多多的 这花蕊很好看 看 嫩黄色的 哇 这个 这个大红色的 你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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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规整啊 它排序 你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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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我小时候带的那大红花吗 哈哈 这个 哦 这个好好看 这个好看 哦 这个好看 这个好看 哦 这个好可爱 这个真的好看 哦 好可爱 这个 嗯 素质很美啊 很可爱的样子 焦滴滴的 粉粉嫩的 嗯 看看家伙 哎呀 一百 一百 九九点九九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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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头花都太大了 你看这一刻被这个花给沉泪 累得它冻到希望 确实质量如果不支撑一下也不行 看这个是树枝 全都推一下这 这四大朵花都把它 你看这树枝 很细 这是月桂树花 也是我们就是放佐料用的香叶什么的 我之前的我是也不太有建设 我之前看到的一边都是这个样子 不知道开花 你看我今天看到这边看到吗 这个棒棒旁的月桂开花 有带花 我仔细闻了好像 没有闻见太浓的香味 但是我第一次看见月桂的花 你见过吗 这个树还是蛮有价值的 你可以做香料 然后也可以做盆栽 放在院里 有点像桂花是不是 也是小米粒大的 很可爱 超可爱 看看多少钱 来来来来 这有玉兰 我看到一颗黄色的玉兰 玉兰一般像这种边上的粉色 白色的比较长边 这个黄色的玉兰也很美 很好看 黄色的 很高 我家里是没有办法去种这些大树 所以我一般就在小草花 小灌木边上打转 今天拍视频 借着大家的光光又来转转 我们走到室外 我们家的老王提醒我 你看看外面 看它外面的景色 看 远处就有雪山 也是这家的特色 是吗 要找特色 Maple Ridge 这个地方真的不喜欢看 妹妹 后面的雪山 我们都看得到雪山 这个这家确实不算大 但是还是 还挺好玩的 还是有它的特色 我自己觉得 他们家的 茶花呀 绣球呀 玉兰呀 还有一些小草花呀 还是给人印象挺深刻的 而且你看它这个 院子里 这么哭着 我觉得它是造型的 不是 放着银银银 你看我又发现了什么 天哪 这一大堵 对吗 哇 这一大堵 这应该是算正红色吧 超大堵 吹着头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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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着音乐 在苗圃里逛逛 特别今天下午 天气又不错 真是 好感恩呢 真的 生活这么美好呀 谢谢 破比, activit 有钱没钱 逛逛逛也好呀 哈哈哈哈 是不是这个脸 这个叶子 给长得 tat 点特色 嗯 这是那个 这个芽芒吗 是不是 看这个藏在这里 但是对这些 大型一点的植物 确实就很丰富 院子 地栽不了 这里有点 玫瑰 你看看 有时候也从苗普他们的维护 也能学掉点 你看 他的这个缓释肥 他怎么丢的这么大一把 丢的这一盆里 是吧 看到没有 这都是缓释肥 你敢不敢给你的盆里 你丢这么多缓释肥 玫瑰是需要大黄大水大肥 你看其他的植物真的很 很显见 没有丢那么多肥的 看到没有 但是眼见着玫瑰 看到没有 但是眼见着玫瑰 蛋鱼太不一样了 吃的可真好 看到没有 这里玫瑰是 52 不是 三颗以上52 一颗的话是55 这样说的 这样说的 我只看这个 我觉得价格 并不像水 正好 全都是肥 全都是肥肥 我也学到了 我们家的玫瑰 要多弄点缓释肥 放在下面 缓释吧 我觉得可能也是 这个原因 不像那些素肖的肥 那素肖的肥 我觉得你要 滴动的玫瑰 就不行 特别是盆栽的话 但那是 应该是这个道理的 玫瑰也不少 大家感觉怎么样 跟我逛苗普 心情如何呀 好多玫瑰 好多玫瑰 这个有奥斯丁 哇 这个价格 确实 75 75 奥斯丁75 还是有一点 是不是有点 奥利维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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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不少人喜欢 高威啊 高威也是 有多人喜欢 我些人是高威 高威也是 有一点 这一片都是玫瑰楼 看这个树 修丛一路 小冰淇淋 这有一小盆 这个是蜂树 日本蜂树 这个 九灯酒 那我那次的蜂树怎么就会死呢 我就一直纠结这个问题 我的蜂树为什么会死呢 是盆栽不行吗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 什么 建议想法 求教吧 室外抓完之后呢 我以为就到结账的地方 结果发现去结账的时候 发现这里还有别有洞天 还有很多热带植物在这里 你看远处的尽头那个秦叶蓉 非常之高大 看到 哇 所以这一家还是确实挺有特色的哈 可以来逛一逛 好这个区呢就是一些小盆栽哈 热带小盆栽 像这些地方呢就我是觉得就跟很多苗圃 我大概看了一下我觉得就都差不太多哈 好 好再继续走呢 就有这么一个地方啊 瓶瓶罐罐 然后它下去呢 就是他们结账的地方 一个大厅 这边看回去看 那里边还有 各种盆 各种摆设 各种装饰 下面这个厅 也是礼品的哈 也很大 但是我在这里发现了一些兰花 但是这个价格 我是觉得 还是偏贵了一些哈 我在这里我就没有下手 但是这一棵紫香兰哈 真的是很美 我的紫香兰还一直都没开过花 还有一些小蝴蝶兰 好啦 今天我的这个视频就拍到这里咯 谢谢大家 听我捞的 陪我一路逛苗圃 苗圃逛的怎么样 找到你心爱的植物了没有 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咯 祝你开心 再见